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8月12號 星期一為您播出的新台灣加油 我是許桂雅 柯文哲總統政治現金 假帳這個疑允 哇真的是連環報 柯文哲在今天下午的2點鐘 開了記者會之前 他已經閉關了好幾天了 本來在禮拜六下午 是有活動的 緊急取消行程 歷經我們幫他算 是大概49個小時左右 又在那邊查帳 那到底有沒有 釐清這個假帳的爭議呢 今天的記者會上 陳志涵先說明 他說41萬以上 有15筆說叫做漏報 另外有兩筆叫誤報 那你知道嗎 這17筆的金額 加一加短差多少 1817萬 不是18塊是1800萬 這個帳目出這麼大的包 他推給了會計師 說是他們擅自調節 把款項灌到尼奧 食樂這一些公司 第一時間的單據 你們都不用核對 那怎麼申報呢 這個責任全部都推給會計師 這就是柯文哲口中的財政紀律嗎 柯文哲政治獻金 高台北清澈 那除了有包括像是激進黨 國民黨有中小平去檢舉之外 北檢也主動出擊 有這個減速貸金專責的小組 去做偵辦 那柯文哲恐怕又要幹嘛 睡不著了 事情又大條了 還有柯文哲的前靖總的員工 是爆料說柯靖總裡面 大部分的事物 都是黃珊珊在那裡處理 那包括是柯文哲 像是他不是有一個演唱會嗎 募款小物 還有造勢活動等 而負責柯文哲造勢活動的 這個食樂公司的負責人 戴力林 他本身就是黃珊珊的閨蜜 他就質疑說這個錢不是都你自己人在那談嗎 食樂的聲明就出面又反咬了柯文哲的帳 那這背後代表什麼樣的意涵呢 有這個鬥爭的味道 至於牧可公司 他們授權金就收了1300萬 那之前有解釋過叫做禮貨費 但是這其實解釋不過去 柯靖辦呢 他們自己為什麼不包辦這些競選小物 黃國昌是幫忙解釋說 他一開始講說我是不認識牧可的 那後來又幫忙說是找牧可合作是為了要省錢 你付了大筆的費用 然後解釋說你為了要省錢 你是在考驗大家的智商嗎 而牧可也在今天他們聲明說 即刻起暫停運作 如果你沒有問題 為什麼不繼續營運呢 好開始我們今天更多討論之前 先來介紹來賓首先歡迎的是時事評論員周偉航 大家好 歡迎資深媒體人王詩琦 大家好 今天我們邀請到一人可以分事多角的模仿天王 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王宜川 大家好 左手邊來介紹資深媒體人王瑞德 各位好大家好 還有國民黨新北市議員呂家凱 各位好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謝謝家凱 家凱因為這個林玉婷奪金 所以他特別請我們喝心巴巴 謝謝家凱 分享英格人的喜悅 太開心了 好 稍後呢 還有知科則莫洛他 有兩個他 一個是時事評論吳靜怡 另外一個是民進黨台北市議員簡書培 那我先請教川哥 川哥 今天呢 你在錄影的同時也一併看到了記者會 對不對 那記者會當中 我們先看這個是從他們的powerpoint 印出來的內容 那進一步解釋呢 主要是這樣 他說啊 目前我們有查到有15筆 漏報的支出 說坦白 我如果是想要看清楚 我就是不知道這是什麼 看不清楚 有15筆他們自己揪出來說漏報的支出 然後呢 還有兩筆 誤報的支出 誤報就說有這個52萬多 然後呢 可是跟監察院只有報一筆 然後像監察院短報50萬 就是兩筆 他說這17筆加一加 是1817萬 後來呢 就做出了結論 結論是什麼呢 結論就是我們委託的會計師 時間說不虎 他漏報 這會計師啊 便宜行事呢 然後把漏報的金額擅自調節 要抽抽抽抽抽抽 抽到其他的公司裡面去啦 現在變成是這個瑕疵啊 這個錯誤啊 與我無關 通通通都是會計師的責任 而且李文中他不是財務長嗎 他講一句經典名言啊 他說呢 我很負責任的講 我完全不知情 有這一種財務長 聽完他這個記者會 這記者會要譴責 記者會大概12點 2點36分就結束了 你怎麼會不讓記者問好問保 這件事我非常有意見 因為我覺得我們很多事情 可能要繼續聊下去 沒有釐清嘛 來 川哥 對 這是標準的 就是說開花叫蔥仔看 開花叫蔥仔看 因為他們講 他們想要講的事 就這樣而已 那他為了解釋 那916萬的一個所謂的憑證 或者叫發票 今天早上陳自然特別跑出來說 找到了 那個發票憑證通通找到了 我想說奇怪 就沒有那三張 你怎麼有辦法找到 他今天早上特別說 結果今天月報兩點 說的內容 大家各位說 是他說 其實我們還有多支出了 一千八百多萬 要發票 都拿到會計師 會計師放大口 都沒有給我報 台灣減報千幾萬 其實我們還有多花錢幾萬 多花錢幾萬 沒報到 沒報到 現在法院說不對 我們報到裡面的錢支出收入 哇 斷差要到兩千萬 所以這個會計師做一件事 現在如果在管理學院大一的 會有會計學 要特別注意一件事 注意找你的課本裡面 有這兩件事沒有 叫做調節 有這個東西沒有啦 商學院的 特餐學院管理學院 那種有會計學 會計學的第一次的考試 就是說你在做表的時候 左邊右邊要 Balance 老師說 差一塊兩塊都不行 還要回去檢查 他現在對他說差要兩千萬 這樣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自己調 他小孩 這麼高 要加多 加多 調到Balance 這樣 可以這樣 有辦法這樣 然後他說 這Balance完了之後 直接讓這三家公司 多去分九筆 來 問題來了 第一 為什麼是這三家 哪九筆 我們現在看到的沒有九筆 有一條五百萬的嘛 十六星有一條五百萬的 這年要有一條兩百 跟216 對 除了這以外 我們沒有看到另外的 但是還有一項目殼 目殼會變成這樣弄 我請問 柯文哲最好要報監察院的時候 要回家進城 李文中有看過一本嗎 一定有的 柯文哲最好是李文中的 所以李文中一定拿一本 柯文做檔 那李文中 李文中在看那些帳的時候 請問李文中會不會特別看 目殼的帳 會怎麼賣 目殼他跟妹妹創立的公司 妹妹是負責人 你做一個財務長 你在看的時候 你說北京的公司 幾十間你搞不清楚 你目殼你也會看一下 你目殼你都不知道 這也很奇怪 李文中說他都不知道 這報他都不知道 可是他自己再說一句說了 他說什麼 他說競選總部所有的帳 都是我蓋章的 所有的帳都是我蓋章的 但是那個帳我什麼都不知道 你怎麼這麼說 所有的帳都是我蓋章的 但是他們有一個話術 因為黃國昌都說我很誠實的跟大家講 對不對 我很老實的跟大家講 然後李文中是說 我很負責任的跟大家說 後面說的就是都嫁了 今天李文中出來 去家會說 我全部承擔 通通我負責 我跟各位道歉 關你什麼事 你道歉有什麼用 你就是一個路人 柯文做得要站起來 給大家回 第二黃國昌還有意見吧 黃國昌你怎麼聽下去 黃國昌你聽得下去嗎 有一間公司一千萬的 東京陳志郎有關的 已經賣多多露植物的 已經洶湧轉身一變 有做一千萬的營養 鴨皮 鴨皮 這麼厲害 本地在賣植物的 鄉用比一千萬的 可以做鴨皮的 你以前在說什麼小吃部 買什麼 買疫苗 買什麼快殺的時候 黃國昌你怎麼說的 黃國昌你現在出來說啊 你民眾黨的包商裡面 有一個在做多多肉的 現在剛才有辦法 打一千萬的鴨皮 還請你出來說一下 用你的道德標準 跟大家講一下 另外今天有一個重點 他說這是第一階段啊 第一階段 我們後續會繼續查 他為什麼要講這句話 因為他怕又去拿包 怕又去拿包 因為現在所有跟科總部 做過生意的人 每個人都會上檢查院看 說你給我淘寶了 而且我覺得鄉民查賬超厲害的 你有給我淘寶嗎 第二個是奇怪 我有幾塊票給你 為什麼我都上面沒看到 也有種人嘛 我給你發票 結果你都沒有給我報 我沒給你發票 你給我報五十萬 給我報三十萬 因為什麼撤一個四十一萬 我也不是很懂 他也沒有特別去解釋 為什麼是四十一萬 照得利我們如果按照那個賬 譬如說三十萬五十萬一百萬 什麼要黃珊珊回來的 結果黃珊珊也蠻奇怪的 黃珊珊你在蓋章的時候 你要發給你認識的朋友的 這兩家公司的時候 我現在看這兩家公司來請款的 都有黃珊珊蓋章 黃珊珊沒有每一張都蓋 那這裡頭 今天他給我們這些資料 有一些有黃珊珊 有一些沒有黃珊珊 我們也搞不太清楚 為什麼有一些有 有一些沒有 所以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在今天記者會沒有解答 沒有解答 然後呢 我們每個人 那不是記者在問說 那個主持人在問說 請問縣長媒體有沒有要發問的 我們所有來賓都都舉手 都沒有叫我們 沒有辦法線上提問 然後呢 今天報了一大堆的什麼發票出來 你報一大堆發票出來 給我們看這些 看這個畫面做什麼 你下那三張 那三張 或者是你現在最後講的這九張 什麼調解的這九張 你就拿出來給大家看 他怎麼沒有對出來說 我們說五百 然後還有尼奧的兩百跟兩百一十六萬 他到底是什麼錢嘛 你總是要先有那個廠商 譬如說報帳的頻距什麼的 然後你才會報支出嘛 對不對 那中間的 對 至少你要一千五百萬進行 你要不要先有一個 就是說你我遵循你花的這個申請 有嗎 如果大家說 如果要花太多錢 要先簽一項請款單嘛 你知道什麼同意 長官同意之後你跟我們去做 做一做再拿發票 當時長官同意你花這條錢的 一起付上去 那個會計才會付錢啊 這些東西 我們到現在都還沒看到 所以這一些帳接下來 我告訴各位 這監察院一定調查的啊 第二個我告訴各位 監察院或者是法務單位 就是說不知道 只要查一件事情 現在的焦點是剩下一件事 募可公司因為已經宣布他們要清算 對 公司要解散 對 募可公司過去從成立到現在兩年 所有的收入跟支出的憑證 所有收入支出 只要去查募可公司就全部一幕了 為什麼募可公司在這次選舉裡頭 很特別喔 他的收入啊 第一個小草買東西 第二競選辦公室給的多少錢 三千九百萬 對嘛 三千九百萬 這草買這些小物 他的支出呢 我剛講的收入有幾筆 支出呢 這是他的人事費 有一個叫KYM的 那一個人的人事費誰付的 競選辦公室付的 然後製作那些小物的成本 那些筆子那些東西的成本有兩條 一條是競選辦公室的支出 裡面有這個競選小物的製作油 有一條是就是做什麼手錶 什麼做八千幾的那些手錶 立頂 立頂 那些也都不開得了 這個募可也都不開得 所以募可的支出很少喔 可是所有的收入都給了募可 所以那募可現在如果假設 我就這樣量一量以後 假設募可公司現在也存幾六千萬 那就怪怪了喔 很怪怪的喔 難道今天柯文哲說 我跟你講 這些通通沒有進我 進任何人的戶頭 因為這些錢都還在募可公司的戶頭 因為都還沒轉出來 要怎麼轉出來 自己拿給柯文做的危險 拿給陳佩智更嚴重 這都現金 他們兩個怎麼沒可能 看過兩百萬塊去戶頭 會緊張 會怎麼樣 收現金麻煩 還有人生也麻煩 一般來說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做 一般來說 可以用公司 公司對開發票 所以柯文做也沒開公司 陳佩智本人也沒開公司 他們兩個都沒開公司 有一個別人開公司 你本人強調 現在別人也要強調 別人開了一間公司 這過零 我跟你講檢察官如果要查堆 募可的過去的所有帳的收支 大概就可以看出端倪了 這一定要查的 那我請教瑞德哥 因為其實今天帳的部分 我本人數學就是很差 也沒有辦法當會計師 但是他的脈絡非常的多 我們跟大家先檢要的說明 有募可對不對 有年後走十六有沒有 新出來一間 在週末的時候冒出來 叫時間 這個時是曹智頭的時間 等一下我們一一來爬梳 那還有一個別人的公司 自搖資訊傳媒 以及還有一個裝潢費 又是一個臨時的禁總而已 比別人也沒有複利堂皇 花了一千一百五十萬 這個我們等一下切進去 這個叫做降域的設計公司 那瑞德哥 因為今天我們想要問的題 問的題目非常的多 大家那個名嘴想要舉手 不過他們沒有辦法線上感受到 我們這種求知慾 感受不到我們的求知慾 所以瑞德哥他在說明 他有說 那說完之後我就撿到了這一張 這是柯文哲在2014年的11月14號 他說我一直認為第一線的工作人員 是最辛苦的 而且是陳長官的指令辦事 所以責任應該由上而下 獎勵應該由下而上 我當台北市長不會出現余文這種情形 今天我們看到全部都撒出去 太極拳打給一個誰 端木正會計師 沒錯 有這種出現余文的味道 相信 那麼今天這場記者會 最重要的一個人 是缺席的人叫端木正 他不是會計師嗎 你把所有的一切全部往他身上一推 然後呢都是他的錯 千錯萬錯都是端木正的錯 所以他現在在網路上有幾個稱號 叫做端木歪 因為不正嘛 你做假帳嘛 還有個端木正文 為什麼 漁文嘛 是不是漁文啊 不知道 因為呢根據這個他們的說法 民眾黨今天這個記者會說法 很簡單 我們已經查過了 所有的支出憑正地方都有憑有據 我們沒有一塊錢沒有任何的錢 有進入到私人或是什麼的 口袋巴拉巴拉 這都你說的 這都你說的 根據我的經驗 除非人發現一隻蟑螂一定有很多蟑螂 還有一窩子蟑螂 不會只有一隻蟑螂 很簡單 這都你說的 我都要相信 因為都是你講的嘛 你之前的記者會 你之前的那個新聞稿 民眾黨怎麼寫 說你們所有的錢 都經過專業會計師的查核 送到監察院經得起考驗 事實告訴我們 你們就是在做假帳 我先講 我先講結論 你們送給監察院的相關的 金流的報告 你們總統支付 就是假帳 不管是誰做 結果我不知道 你們說是你們推給端木正 這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就是假帳 很簡單嘛 我這樣講沒有錯吧 就是假帳 那除此之外 事實上當年 2018年的時候 姚文志跟他一起選 台北市長的時候 其實就有講過 因為柯文哲說 我不要相信 姚文志哪補的政治獻金 我不要相信 哪有可能 沒有人姚文志的全部把它公佈 對不對 全部把它公佈 也質疑你柯文哲到底你的錢 收了多少 你到底是不是每一筆錢 都有公佈在你的政治獻金上面 不要跟我說 不要一直說 全部都經不起考驗 你的民眾黨的新聞稿 就完全經不起考驗 因為你民眾黨的新聞稿說 你的所有的錢 都經過會計師專業審核 對啊 就是假的 最嚴謹的 沒有錯 最浪費 現在跟你講說 兩筆啊 什麼誤報啦 漏報啦 什麼一千八百多萬 當然今天 因為這個 當時記者會的時候要問 其實我們現場說 名嘴全部都舉手 大家看不見 所以看見他也不會點我們 因為我點我們 一定給他難堪 很簡單嘛 現場記者你太客氣了 我在今年7月17號 當記者第37年 幫了一槍就跟你斃命 為什麼呢 你看他說他們漏報什麼兩千萬 分九筆申報 他現在要跟你說什麼 不要跟你說什麼 916萬那有的沒有的 也跟你說這個啦 他說其實我們算客氣耶 我們是漏報 我們是短報 我們本來報警察院 我們支出什麼更多對不對 短報 所以兩千多萬一千八百多萬 都衝掉你那960萬 我還是跟你解釋那個東西 他的意思要跟你說這個 我告訴他報告很簡單 這件事 這段記者會不是開給我們看的 這件事 因為下面馬上就洗版 洗白說 你看他藍綠都很爛 藍綠都不敢面對 藍綠都做假帳 我們怎麼樣 我想坦白的 這還是中華民國 選總統優勢以來有沒有 第一個叫他們抓就做假帳 你知道嗎 第一個抓到 直接講這個做假帳的 把你這個總統副總統相關的 就是做假帳的嘛 過去報財產 有人漏報一筆 借給他們兩三千萬 因為錢太多 所以不記得 稍後被我們抖出來之後發錢 我沒說什麼 然後被我們發錢的人 你要知道 這一次這個事情是重擊了柯文哲 為什麼 因為錢跟操守有關係 他到今天請問一下 他到今天有沒有 向全國跟他支持者道歉 沒有耶 是下面的人出來道歉耶 然後更好笑的是 他的財務總管下面人 叫李文中 李文中說 我負責 你負責什麼東西啊 你負責 你跟誰負責 你跟你的黨負責 跟你所有支持者負責 到目可公關今天還做了一件更有趣 更有具時代意義的是說 經過此事件以後 我們打算清算 清算什麼意思 我一間店不要開 不要開 剛剛玉川在講 你知道這個總共三千多萬的 這個目可公司裡面 包括我們常常講的一千三百萬全力金 現在說的全力金是什麼倉庫 物流 對 裡面包括影音製作 包括這個咖啡 包括什麼禮盒 包括租車 包括這個 就是說商品一批 有沒有 現在說他要給他貪的錢 有沒有 要管理慈善機構就對了 這個目前的錢都來自哪裡 他的錢不都來自於民眾黨嗎 民眾黨錢來自哪裡 不都是小草啊 捐給他們嗎 然後他授權去賣東西了以後 然後盈餘到哪裡去了 世間有那件事 我給你民眾還給我錢 我現在去買東西 我賺錢 賺的錢 這我覺得很奇怪 而且很奇怪 他們報的那個錢 我都覺得很納悶 為什麼呢 為什麼在土豪辦一項 為什麼在台南辦一項 都報到四五百萬 場地費 為什麼 黃金平講說 借我們公園 借我們道路 我們都兩萬多而已啊 你知道嗎 很厲害 就是說小草的錢 大家欠當內套 兩百塊三百塊 一場電影五百塊 捨不得看 捐錢給你 柯文哲說 他對小草的每一筆錢 都非常的非常的準潔 最後發現全部準潔到這個地方去 我問你 他那一千三百多萬的授權金 有沒有跟你講 他到底是怎麼花的 沒有 他就要這麼準潔 所以這項全部推給了端木正 那今天 今天包括台灣基金跟中小平 都已經去檢舉了台北地檢署 茶系黑金小組也直接 直接立案調查 我聽說調查局都已經開始在約談了 動作很快 今天非常快 所以事實真相到底怎麼樣 馬上就水落石出 不過你台灣民眾黨跟錢有關係 你連申報給監察院都在做假帳 而且號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會計師 我問一下貴雅主持人 我請問一下 你這次會做假帳 你選了兩次台北市長的那個相關的政治 可以相信嗎 你可以問問姚立明老師 他2018年就有講過一些事情了 好 來 因為這個木可 其實這件事情 Grace算是揭蔽天后 揭蔽天后 來 我跟你請教 我們必須要從一個事情來看 其實我們上禮拜聊那個時樂的時候 時樂他的聲明稿當中有一個細節 也是今天他們要解釋的東西 細節在這邊 第三點 申報資料 112年12月20號 新台幣500萬宣傳廣告費 並非本公司承接業務 沒有這筆錢 那一般我對會計師的理解會是怎麼樣 會計師就是 你的校目 你的單據 你的憑證給我 我來報 我來堆 堆之後我把他報出去 監察院 那他現在的說法是說 他們就自己 滴哥到菜等 就把短差的金額 報到這個 比方說食樂 尼澳 木可等等這些公司去 我的理解是 如果我今天 我在報仗的時候 我如果發現什麼問題 我是不是要去追 你的單子不來 還是什麼不來 但現在的說法變成是 他們為什麼會先預知說 有什麼東西短差 然後我把它塞到哪邊去 這個其實是蠻不合理的 而且我們理解中的會計師 應該是要非常公正的 有什麼填什麼 拐來是什麼 是A這一筆帳 我就報A 他現在從頭到尾的帳 有那個宣傳費 不是宣傳費的 授權金不叫授權金 各式各樣的 那就你一開始在挖掘的時候 到他今天他的說明 你可以接受嗎 這個古時候 是說先射箭再化 結果今天我看到這個 所謂這個柯文哲的方式 沒想到很特別 先作帳再說明 這個完全突破了我們 對於會計的三觀 那我必須要講 其實大家 我必須像石澳跟這個 尼勒跟石澳 關於這個三張發票 他今天也沒拿出來 但是我真的認為 會計師真的是透過這樣子 福報嗎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嚴肅的問題 因為今天端木正沒有出來 那因為我以為民眾黨 是一個很正常的政黨 所以我在第一時間 還在責怪 石澳跟這個 尼澳 尼澳 對 你背不起來 你應該要記住口訣 口訣 在朗東做的歌裡面 那各位看 今天這個 所謂他們的這樣子的這個 登載出來的這個簡報 發給大家的 其實我就要佐證一件事情 因為我以前也待過 這個柯文哲下面 就是說我們那時候是 民眾黨2020的這個 所謂競選總部 我們請款方式確實 第一個上面 你會看到會有一個請款單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請款單 這邊會有一個黃珊珊 你們看到簽名的人 那他們要結案的時候 會附上什麼 會附上一張發票 而這張發票上面會有什麼 發票上面會有一組序號 所以我現在就問 會計師如果沒有你這一張單子 怎麼作帳 我就是要問這個問題 我一直認為 我一直認為就是說 一個會計師他是一個有操守的 因為他是會計師 不應該沒有這個憑證 就亂作帳 我必須要跟大家講 所以那時候我一直在講 法憑證拿出來 那我另外也 我覺得這一份簡報很特別 只要黃珊珊簽名的 都沒有馬賽克 什麼意思 別人的這邊簽名會有馬賽克 就黃珊珊的不會有 那我們來看 譬如來講 這邊會有一個叫什麼 叫做用途及摘要的部分 所以我們為什麼當初 可以在募可公關的 那幾筆資料裡面 看到有授權金授權授權的 這樣子的明目在裡面 是不是財務依照你們所申請的 這一張的表單上面 打上了所謂的這個用途及摘要 他是照著用途及摘要 Key上去的嘛 所以今天募可公關都沒有針對授權金 高達總額1300萬出來說明嘛 大家有沒有印象 他在第一時間的時候告訴小草說什麼 第一個說我幻想 第二個他們大量的發圖卡說什麼 說這個是會計師或財務 在備註欄位也就是用途上面寫錯了 我告訴大家今天這個剛好你們可以看到 怎麼可能會寫錯 授權就授權都照著這個答案 怎麼會錯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那如果說關於就是像實樂或你要他們講說 我們發票被我們發票沒有這三張 那我認為民眾黨你就要證明 為什麼會計師會找到這三張 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沒有這些依照流程的表單 怎麼會有這幾樣 另外我也覺得很訝異是什麼 各位 這個漏報之數 漏報之數高達1000多萬 裡面最後一張第15號是誰你知道嗎 哪一想像這間公司又是木可公關 那請問一下木可公關這100萬又說是影音製作費用 然後又沒有列在所謂我們的 在申報的監察院的資料裡面 我覺得非常奇怪 另外我要問一下 這個所謂競選總部的部分 在這個所謂端木正 你們第一時間說有會計查核 沒有問題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你總支出額度有三億四千六百六十三萬 一千九百五十三元裡面 你的宣傳支出就總共佔了兩億兩千一百 二十一萬六千一百三十九元 你知道這個佔的額度有多少 居然佔了你總支出的63.82% 這麼高我現在就問民眾黨 請問一下這63.82% 到底多少是屬於你們所說的嗎 叫做什麼不管是福報還是什麼自己的調整等等 我覺得這完全不合理 而且雜資還高爆到四千六百多萬元 這樣子的高額的雜資 我跟你講我開過公司的選過局的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高比例的雜資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民眾有非常多說不清楚的地方 而且關於記者會的部分 他們募可完全都自制不提 那你們跟募可關係不好 我請問一下 這募可公司的開關器 是放在你柯文哲小叮噹的口袋裡面嗎 今天你們可以開記者會說他要關就關 我覺得這很不可思議 為什麼柯文哲可以決定一間跟你沒有關係的四人公司 要開還是要關 然後配合你民眾黨的記者會說 我現在募可公關停止運運 還要把他的錢拿出來做公益 這很明顯就是你們有特殊性的關係 所以你到底要跟外界怎麼解釋 特殊性的關係 所以你到底要怎麼跟外界解釋清楚說 募可公關跟你沒有關係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 募可公關發票也都沒有拿出來 到底上面有沒有備載的是授權機 然後你柯文哲私人有沒有跟募可公關 建立所謂權利的合約關係 不然為什麼會有這個授權機的事情 那另外在所有的支出裡面 你的這個募款小物競選小物 也是屬於這個所謂競選總部的支出 那請問一下 那募可公關它這麼高額的利潤 是不是因為有廠商都幫你們墊付 所謂製作的費用 我覺得這個也是你自己募可公關要解釋清楚 不是說把它關了就沒事了 來川哥我請教 因為從募可公關這一條線往下切 會切到一個什麼呢 柯文哲不是辦過一場募款演唱會嗎 一個人票價八千八百塊 然後想BLACKPINK就沒有 結果出來是無音不全 唱歌好聽不好聽 觀眾自己去自由公斷 那我們看他的募可公關下面 那個演唱會的收入 這個四叉帽幫忙算 前後扣掉成本支出 一片坦收入是77萬 然後他這個案子是募可再轉給尼奧 轉給尼奧 所以扣掉成本之後利潤有77萬 那這件事情我們就要去追 請問一下那個77萬到哪邊去了 因為募可不是有捐100萬 結果因為是虧損的公司 前一個年度是虧損 所以帳又回去了要退回 還有一件事情 黃國昌啊 國昌說什麼 他說其實啊 因為他一開始講說 他跟募可不認識 大家想你身口上面車 什麼0730 背板就是要募可嘛 你怎麼會說不認識呢 我隱約知道說 他應該是授權廠商罷 後面他說這個事情 他覺得怎麼樣 授權這間公司 讓他們去處理競選小物等等 其實真正的目的是為了要 省錢 你噴飯耶 突然飯都噴出來了 但是他的解釋是這樣 因為我們都覺得 這個說要省錢太荒唐了 他說因為我們之前 其他公司賺太多 所以呢 他們的收取費用不高 不低啦 所以我們為了要省錢 我們就跟這一間感覺 比較有信任感的公司 來做一個合作模式 然後接著問他說 倒手當真正手 你錢要從這邊流到那邊 從三樓流到二樓 或是從二樓流到三樓 這是這麼一回事呢 他說應該沒有這樣的狀態 應該 他不確定 他不確定 他不確定拿什麼來背書 他說木殼的由來是為了要省錢 你剛剛為什麼噴飯 因為郭昌啊 他說什麼 他不買這間木殼 人家就找很多商品 哪有可能他不買這間木殼 第二 這個李文宗 他最好跟全世界說 他不買李文宗 郭昌啊 你再動一頭 說你不買李文宗 你如果不買李文宗 你今天還會說的 什麼可以比較可以信任的 讓他們做我們的新聞比較低 這有什麼讓什麼人做的問題 很多候選人都有做競選腳步 政黨都有做競選小物啊 你就去發包那個小物啊 叫人找那個設計的logo 看那個設計的logo 三十萬五十萬一百萬 給人啊 這是第一條青啊 第二去做那個小物 就去發包啊 發包做一萬件兩萬件 回來放到城口啊 你也可以叫志工在那裡賣啊 全政治獻金的帳單給人啊 好啊你說木啊 這麻煩 你要維託一間公司房你賣 維託一間公司房你賣 方式很多啊 你能夠包一個月 買多少啊 或者賣多少東西出去 這個我們付多少的這種管理費啊 再怎麼樣都不會有一千三百萬啊 一千三百萬是一個管理費而已 假設就不是叫委託的 呢 我 我 感谢观看